提起军人 您最直观的印象是什么呢 是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挺拔 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无谓 还是烽火硝烟中的所向披靡 这个印象可能会有万千种 但是军人的这个动作一定会引发您的共鸣 那就是军礼 忠诚 感谢 崇敬 离别 每一个军礼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也一定会传递出一份强大的力量 今天我们的2020有你真好 就来说说那些触动人心 且又充满了力量的军礼 先看屏幕上 这位老兵叫做王国斌 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 这张照片拍摄于今年的9月27号 那一天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7批117位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搭乘运20军机回到沈阳 去时少年身归来英烈魂 距离那场战争打响已经整整70年 117名年轻战士化作骸骨 身披国旗回归祖国 壮士百战士化 老兵王国斌的军礼是对战友的缅怀 是对牺牲的敬畏 更是对那个时代那场战争最深的思念 最高兴又难过 超兴的话就他们回来了 70年才回家 难过的话是我们活着回来了 他们牺牲着超兴 真的是 一想到这我最表演的 70年才回来 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们还是国家强大的 从运20出现在机场的上空 到战友一海转运到灵车 再到车队驶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88岁高龄 曾四次入朝作战的老兵严西南 一直守在手机直播前 因为身体的原因 他不能到现场去迎接战友 面对着屏幕 老人敬了一个最庄严的军领 一海 他有一物都接回来了 好 好啊 你高兴不 高兴 永远怀念中国里面制约军 全世界里爱和和平的人民 最永远怀念你们 你们的精神是隐随不须的 70年前的朝鲜战场 志愿军刚少气多誓死不让 谱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而在70年后的今天 新冠来袭 面对恐惧和无形的病毒 老兵们一如既往的毫不畏惧 乐观直面疫情 屏幕上的这位老人叫张兆棠 今年83岁了 也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兵 在今年2月 张兆棠和老伴因新冠肺炎 住进了火神山医院 在这里 他和比他小很多的军医们 携起手来 与病毒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经过20多天的努力 张兆棠战胜了病魔 要出院的时候 他把自己这一辈子最为真实的军礼 献给了年轻的战友 他知道自己可以安全离开了 可是这些娃娃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 老兵张兆棠的这个军礼 感恩的是守护 更是希望 我想如果有机会 您也一定会和张兆棠老兵一样 向那群逆行疫区的白衣天使们 献上敬礼 2020庚子年注定不平凡 一谋未退 红魔来袭 子弟兵们再次奋勇出征 无论是被洪水卷走的牌长 茂小池 还是上阵父子兵的 魏建平魏乾坤 亦或是国旗护卫队退役战士张衡 这每一个兵 每一个当过兵的人 都在用身体和精神诉说 人在 低在 不容有失 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风停浪静 悄然离去 子弟兵们想悄悄地走 可是老百姓们却没有答应 他们早早地守在部队回车的道路旁 每当军车开过 人群都会掀起一阵热潮 千言万语 化作一个动作 那就是军礼 来自老百姓的军礼 是对军人最淳朴的情感表达 更是给予军人最崇高的荣誉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 您一定不陌生 在今年六月 广西阳朔遭遇洪水 洪水过后 镇里的奉明小学满是泥屋 武警桂林支队的官兵们 在第一时间就投入到了救援之中 连续二十三个日日夜夜 不眠不休 战士们的身上沾满了泥板 在休息的时候 一位小学生来到了战士的身边 为解放军叔叔们送来了矿泉水 也送上了最真挚的敬意 用少年先锋队的对礼回应军礼 我们感到的是孩子们 对子弟兵纯净的感情 在他们的心里 解放军叔叔就是动画片里的超级英雄 无所不能 大屏幕上的这位小朋友 就是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在河南交座 武警战士们正在进行攀绳训练 这火热的训练场景 吸引了路过营区的一对父子 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小朋友 难掩激动和兴奋 不停地挥手加油打气 还学着大人的样子 敬起了军礼 他在不断地向我喊 加油并且挥手 我也向他挥了挥手 并且敬了一个军礼 与此同时 他也给我挥了一个军礼 虽然这个军礼不是很标准 但是想得特别温暖 兴奋太平市 皆因你守护 你也许听说过 桥与栏杆的故事 这过桥不一定要扶栏杆 但是没有栏杆 很多人可能就不敢过桥 军人就是这太平盛世的栏杆 更是远将腰下剑 直卫斩楼栏的移动边关 在海拔5400米的高原 驻扎着一群戍边的兵 这些平均年龄刚刚20出头的小伙子 被海拔磨利了面容 被低温撕裂了皮肤 被缺氧侵蚀了筋骨 但是他们始终是热血奔涌 激情满怀 他们知道自己坚守的不仅仅是精神的高地 更是国家的荣誉 他们坚信自己的付出 日月星辰会记得 祖国和人民更不会忘记 在茫茫的人海里 预备唱 在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哪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 我是哪一朵 在政府宇宙的大权里 能够奔献的就是我 在会方知别的唱歌里 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不需要你认识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多把青春融进 融进祖国的墙河 这些年轻战士的军力 比喜马拉雅山还高 比班公湖的水还轻 比高原上的氧气还要珍贵 冷的边关 热的血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守卫着祖国 在危难间 在边防县 在和平时 在牺牲前 一个军力 就是一种保证 就是一个承诺 就是一种信仰 您心中的军力 想会敬给谁呢 我现在选大年三十五晚上的重点 新闻火荣 自从船上这日军仪 我久不学会了荆军力 荆军力 在山中 战是最东大的汉笛 自从船上这日军仪 就学会了荆军力 请一个军力 在山中 战是最东大的汉笛 请给山佑那是首祖旗 当铁长城绿色万亿 请给山凉的古老乡亲 请铭与水生死相依 请一个军力 给四乡的妈妈 干脆的如智把我护衍 请一个军力 给四乡的妈妈 干脆的如智把我护衍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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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